這齣戲當中呢 其實它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有一些情感上面的地方 我們先請唐唐好不好 來先說一下 在劇中的角色先跟大家說一下 來唐唐 我在《愛的生存之道》裡面 飾演的是一個職場的女強人 叫做吉安蕾 好 那我們 就是看完片話再多一點分享 沒問題 要保持一點神秘感 神秘感是不是 當然沒問題 好 那凱勳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在劇中 我演的角色叫何韋婷 然後 她是一個網路的旅遊美食的部落客 然後是一個心靈自由的一個男生 是 好 來 我們Angie 那我演的是 沈海倫 那她是從國外回來的一個女生 然後很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夢想 自己的愛情 那衝進廁所的那一段有沒有 什麼最特別 有沒有跟大家分享的 那一段其實 我還讓那個楊耀妮滿受傷的 受傷 對 因為她那天露得非常多 可是呢 我完全沒有用欣賞的眼神去注視她 然後也沒有 可以說沒有正眼看她一眼 所以她有一點受傷 聽說她露到了 剛剛片中大家看到的片話有露到了我們的 人 現場更多 現場更多是不是 請問一下我的 楊安蕾從學生時代開始 我就會叫她 楊安妹 楊安妹 從學生時代就叫她 楊安妹 對對對 這個我們這部片好好的欣賞一下 在這部片當中 我們大家看到 其實這個劇情的故事 可以看得出三位的這個演員的關係 其實很複雜 當然包括我們今天這個 佑寧 佑寧哥沒有來喔 好